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当全球半导体市场准备迎接晶片行业,进入长时间的疲软之际,据新加坡联合早报10月上旬报道称,全球最大晶片代工制造商台积电自6月中旬以来市值已蒸发770亿美元,损失规模居。 亚洲之首。其援引彭博社的报道称,投资者对宏观环境和全球消费电子需求疲软的担忧,导致台积电股价自6月的高点至今下跌了11%,此前,由于人工智慧、AI在全球的火热,台积电股价从去年10月到今年6月之间飙升了60%,但现在市场已趋于谨慎, 尤其是在智慧型手机和个人电脑业务没有回升的情况下,对于AI热能给该公司贡献多少利润持怀疑态度,高阶AI晶片订单的放缓速度也快于预期。 报道称,台积电曾在6月警告称,其全年资本支出水平可能会跌至320亿至360亿美元的低端,分析人士对此也转向谨慎。 彭博社汇总的预估均值约为300亿美元。 高盛集团最近将台积电明年资本支出预估下调于20%至250亿美元,这一规模也是大流行以来的最低水平。 尽管自6月高点以来,由于投资者对不利因素和消费者需求的担忧,台积电市值已蒸发约770亿美元。 但有机构认为,目前这种疲软已被消化,预计2024年台积电中端市场场口的中端需求将恢复44%以上,并且人工智慧将带来长期增长动力。 通过台积电过去6个月的股票表现。 机构认为,过去4个季度对台积电营收增长造成影响的终端市场疲软已经得到纠正,涉及个人电脑、伺服器和智慧型手机市场。 预计PC和伺服器市场将在2024年复苏。 预计明年PC和伺服器总可寻止市场将同比分别增长5%和8%。 他们预计台积电将达到或超越23%同比增长的共识预期。 IDC近日发表了2023年第三季度全球PC出货量报告,强调全球排名前5的PC供应商的出货量同比下降速度放缓,之后他们已经看到了PC复苏的迹象。 尽管他们相信智慧型手机终端需求已经完成调整,但他们对智慧型手机终端需求不太乐观。 他们关于智慧型手机终端需求反弹的数据点在短期内好坏参半。 他们认为缺乏推动需求上升的动力。 苹果2023年第四季度的iPhone销量将有助于稍微改善需求,但仍然看不到2024年PC市场真正复苏的迹象。 智慧型手机Time将在2024年保持同比持平,在更好的情况下可能同比增长2%。 根据台积电2023年第二季度按平台划分的收入状况。 由于资本支出与销售额之比较高,以及毛利率扩张面临挑战,预计台积电短期内不会大幅跑赢大盘,但他们看到长期增长动力在发挥作用。 此外,预计强劲的人工智慧需求将推动台积电的实质性收入增长。 今年人工智慧热潮的主要受益者是辉达,随着人工智慧伺服器的需求继续超过供应,辉达的增长率将对台积电到2024年的盈利产生积极影响,修正应该会在明年年底出现。 另外有媒体报道,ChatGPT开发商OpenAI正在探求自研DI晶片的可行性,甚至已经在评估潜在的收购目标。 目前,OpenAI尚未决定采取进一步行动。 但据知情人士透露,至少从去年开始,OpenAI就讨论了各种方案来解决其依赖的昂贵的AI晶片短缺问题。 这些方案包括打造自己的AI晶片,与包括辉达在内的其他晶片制造商保持更密切的合作,使其供应员多样化。 OpenAI执行长Sam Altman曾表示,取得更多AI晶片是公司目前的首要任务。 他公开抱怨,由汇达主导的GPU市场供应短缺,汇达在最适合AI应用的GPU全球市占于80%。 Altman想要拿到更多AI晶片寄予两大担忧,供应不足,成本太高。 自2020年以来,OpenAI在其最大支持者之一微软建造的大型超级计算机上开发了其生成人工智慧技术。 该计算机是用一半颗汇达的GPU。 Bernstein分析师指出,如果CheckGPT的查询增至Google搜索的十分之一规模, 初期就需要价值约481亿美元的GPU,之后每年还另需价值约160亿美元的晶片。 才能维持运作。目前尚不清楚OpenAI是否会继续推进自研晶片计划。 业内资深人士表示,这样做将是一项重大的战略举措,每年成本可能高达数亿美元。 而即使OpenAI为该计划投入资源,也不能保证成功。 台积电作为高效能运算的顶级供应商,现在正加速卖下2奈米。 根据MoneyDJ报道,位于新竹宝山的台积电工厂,预计于2024年第二季度开始安装设备,预计2025年第四季度量产,初期月产量约3万片晶圆。 台积电的高雄工厂目前也正在积极备战,预估将会在N2工艺登场一年后采用背面供电技术,量产N2P节点,及2奈米加强版工艺。 台积电此前透露信息,在N2工艺上,扩展背面电源轨Backside Power Rail解决方案,减少红外衰减和改善讯号,效能可以提高10%至12%,并让逻辑面积减少10%至15%。 台积电计划,2025年下半年,向客户交付背面电源轨样品,并与2026年量产。 三星此前公布的半导体规划,2025年大规模量产2奈米,2027年量产1.4奈米。 而英特尔方面,预估2024年上半年量产采用Gate All Around技术的,也就是类GAA的Ribbon FET电晶体架构的Intel 20A,2025年量产Intel 18A。 尽管竞争对手也在追赶,但总体来看,台积电的股价远低于其在代工市场地位的同行平均水平。 按适应率计算,该股的C2023年EPS为17.7倍,每股收益为30.03美元,而同行平均水平为32.1倍。 该股目前的交易价格为5.85倍TTMF销售额,而同行平均水平为5.5倍。 在当前水平上,该股具有吸引力的切入点。 通过台积电相对于同行的估值。 华尔街在研究该股的30名分析师中,28名给予买入评级,其余给予持有评级。 该股的压倒性看涨情绪,远于台积电在代工市场的主导地位,以及对2024年终端需求复苏的预期。 另外,随着PC和四伏器端需求在2024年复苏,现在可以看到台积电有一条清晰的增长轨道。 虽然智慧型手机需求的数据点仍不太明确,但预计2024年下半年将出现强劲复苏。 自7月高点以来,疲软已反映在该股的价格中,并反映在前景中。 由于潜在人工智慧的推动,能看到了长期的增长动力。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谢谢。